这是抗日首次重大胜地,转手为攻歼敌两万,战功卓著者却声名狼藉。 我们越近千华只为呈现不一样的历史,1938年4月7日,在全国人民的集中之原下经过第五战区全体将士的浴血奋战, 日本精锐部队在台儿庄战役遭到重挫侵略者的嚣张器,被现实浇灭持悲观态度的部分民众也受到极大鼓舞。 全国抗战信心高涨,就连国际社会也对中国的印象有所改观,开始于义务资援助,对抗日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运河旁的台儿庄古城,台儿庄是山东省丰县的一个小镇位于台早铁路支线和台北铁路交汇点, 不仅是徐州门户更恶守着运河咽喉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为夺取徐州占领抗战中心城市, 武汉日军于1938年初调起板员,击鼓师团这两支精锐部队, 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发起进攻。 坐镇徐州的李宗仁,察觉到日军意图后,遂与参谋制定作战计划, 同年3月22日,孙联众部奉命进驻台儿庄日军发动飞机, 坦克和大炮疯狂进攻守城将士,与日军展开决战嘶喊之声响彻天际随着时, 坚推移战争激烈程度,到了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 几乎每寸土地都要反复拉锯白天,日军刚占领晚上就会被守军夺回。 如此周而复始4月3日, 汤恩伯、孙同轩分率第20集团军,与第3集团军从中, 北两侧同时发起反攻3日后, 顺利会师开始,对台儿庄战场进行内外夹击,台儿庄战役作战形势图, 4日守军成功与外围部队会合一路向北追击日军取得了名阳中外的台儿庄大姐, 歼灭日寇两万余人,堪称抗日以来取得的最重大胜利。 不过许多人对此都充满好奇,难以想象武器落后的中国军队, 是如何击败日军精锐,那事实上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绝非偶然,在笔者看来主要原因有五点手, 先全国上下人心激粉,同仇抵抗,一起抗日, 这是精神上的最根本保证起, 4第五战区作战部署得但主将李宗人指挥果断, 并改变了一贯的防守战略。 首先分析下敌我双方的兵力情况, 对于此次作战日本投入了一个主力士团和, 两个加强旅团接近五万余人分为赖骨支队和版本支队, 其中直接进攻台儿,装的只有两个旅团大约两万人这样的兵力规模, 对第五战区而言实在是微不足, 到驻守藤县的孙震第二十二集团军, 孙童轩第三集团军约合两万余人防卫林一的庞炳勋第三军团有一, 三万人防守台儿装的孙连仲第二集团军, 为二四万人负责守卫淮河北岸的鱼, 学中五十一军有两万人参与淮河阻基战, 吉林以宝卫战的张字中五十九军, 人数超过三万, 临时划归第五战区的汤恩伯第二十军团人数, 则多达七两万直接参战兵力约, 二十万人因此具备兵力上的绝对优势, 第五战区将领合照, 不过光有兵力还不够, 正确的战略多数极为重要, 面对日军来时汹涌的进攻第五战区, 最初本想在燕州, 滕县等地构建树导防线以会战的形势, 消耗日军的有声力量, 最后再在徐州一带展开决战, 然而随着韩复举江济南, 泰安轻易与人燕州会战计划, 无法执行, 李宗仁只得令孙镇率第二十二集团军援手, 滕县为调集援军争取宝贵时间, 滕县失守后, 日军版本支队被旁张率军, 党在临沿无法前行仅有赖骨支队这支, 孤军向台儿庄深入李宗仁, 当机立断作出机动作战, 攻防兼备地决定孙连重部, 在台儿庄及运河一线, 为攻使防御汤恩伯等人择绕, 到敌扣后方等待时机, 一举为奸这个决定, 可以说高明出身西伟军的孙连种, 不擅长防守负责正面防御, 自然不在话下。